现在人数不断的飙升 现在就连台大医院也爆出院内员工染疫 那么现在一共有十名公务室的员工确诊了 而目前台大院方的紧急措施 就是直开始停止所有的常规手术 还有门诊降载之外 也针对全院六千多人进行普筛 我们可以看到昨天才正式承订说 绝对没有院内感染的台大医院 现在也沦陷了吗 那么这样的情形 今天院方亲自面对了 证实说这是一名公务室 那么他不是医疗单位的员工 昨天五月十八号之后呢 开始出现发烧 所以到自家医院 台大医院进行筛检 这一页不得了了 阳性反应 不过我们来看他的工作室 他的办公室 是位在院内的东直B3公务室 相关接触人员36人 一裁剪之后到目前为止 那么除了他之外 另外9名员工也染疫 所以说有10人确诊 而在同一个办公区 那么现在看到染疫的疫调当中 其中有一人 有人不确定多少 他们有多到万华的 万华地区的足迹 而目前还在追查中 但是台大医院呢 赶快进行了环境裁剪 跟环境的消毒 台大副院长王庭桂就说了 由于这个指标不过案呢 其他并没有接触到 院内的医护人员跟病患 所以研判应该只是 院外感染 那么之后办公室内呢 我们确诊者之间是彼此呢 看到群聚相互传染 但他认为这并不是 所谓的院内感染链 那么这样的情形 但是现在让大家很担心 因为环境被污染了 因为确诊当中 怎么看到呢 这裁剪里面 在办公室里面呢 这环境有十个地方裁剪 有三个地方都测的病毒反应 因此台大医院 紧急在48小时之内 针对呢 全院有6000多人呢 员工进行矿源的快筛 同时宣布 即可开始呢 停止所有的这些的 常规手术 那么还有新立患入院 以及进行是门诊的降载 而至于台大急诊部分呢 非紧急病人也起延迟就医 那么最新的讯息是 上方我们所看到的 其实台大呢 把所有居然者都安置在 最高的楼层 他们实施的是 分仓与分流 我们筛选出来有10名是阳性 国内医疗龙头台大医院 爆出原攻击体染疫 一人确诊传给9人 一口气新增10名 感染武汉肺炎 公务室的同仁 他不是医疗人员 他有花烧 筛选以后 在下午的时候 发现他是阳性 了解这件事情以后 马上就把这个同仁 他整个办公室 或是有比较密切接触的人 通通照毁做适当的筛选 18号台大医院一名公务室员工出现发烧症状 经筛检确诊 同办公室36名也依照规定进行裁检 结果9人呈现阳性 总共10人确诊 而确诊者的办公室位于东直地下三楼 平时负责修缠业务 这个当然不是院内感染 因为这个现在感染源实际上不是从医院来的 是从外面进来的 那这位同仁因为他是不是医疗人员 所以他从外面感染进来 副院长再三强调绝非院内感染 而除了台大医院一千多人住院患者 已经进行PCR筛检 新病患也筛检完毕才能住院 六千多位台大医院员工 也在四十八个小时内进行普筛 台大医院也向卫福部报备 希望接下来能降低医疗负担 只接受武汉肺炎重症患者 除了降低门诊手术之外 台大医院的医学实习也全部暂停 目前在院的医学生也将进行普筛 毕竟台大一旦陷落 恐怕将重创台湾的医疗能量 据友中报道